來到馬爾代夫 今次四位小編深入兩間頂級車華的酒店來國大比平 Anatara Kehava 島嶼的面積比較大 酒店水上屋有近2,800呎 每間都有私人泳池 以及可以望到海底浴缸 Miladu 則以寧靜的小島聞名 水上屋近2,360呎 同樣有私人泳池 房間家具都選用馬爾代夫皇室風駕 我們以水上屋為標準 兩間水上屋距離都差不多有近15米 而且門口對出都是內湖位置 私隱度和空間感都很足夠 Anatara Kehava 的長型私人泳池 連接洗手間、睡房和陽台位置 洗手間浴缸亦望到同樣的海景 整個Villa都非常寬敞 每間房更有兩部單車 方便大家在賭場走動 Miladu 房間用色和設計都有不少馬爾代夫的特色 水上屋而圓形設計 配上弧形的私人泳池 房間比較光猛 不少設計都非常用心 而且Miladu 每個Villa都有管家 24小時跟進入住時的大小事項 細節開行李、燙衣、安排行程 大致安排求婚都可以 Anatara Kehava 都有管家服務 大距離就叫做Villa Holt 一天24小時有需要隨時都可以找到他們 這兩間酒店都位於 聯合國教科民組織的生物圈保護區 海洋生物多樣性都非常豐富 只要由酒店沙灘出發前往珊瑚礁 Miladu 的珊瑚礁離岸都很近 一落水已經見到很多魚 Anatara Kehava 的珊瑚礁 沙灘都很近 適合浮潛的珊瑚礁位置很長 真是好美 除了浮潛 這裡還有不少免法的設施 或者去他們的SPA 探望 跟老師在日出時份學回的招瑜伽動作 都非常捨意的 Biladu 都有提供不少免費活動和設施 而收費的SPA 或者其他活動 同樣都很高質素的 在食物方面 入住兩間酒店前 都有不同的Milk Plan可以選擇 以Half Sport 的早晚餐為例 這裡兩餐有多間不同的餐廳選擇 自助餐晚餐每晚會有不同主題 而且餐廳會有表演 都幾好氣氛的 Biladu 則以東南亞和西式菜式為主 但自助早餐的選擇相對上就比較少 值得一提的是 兩間酒店的主題餐廳都很吸引 Biladu 有一間採用了 黃身Menu的 馬爾代夫 Fine Dining 餐廳 在另一邊 全馬爾代夫有四間海底餐廳 其中一間就是 Anatara Chiava 但要留意主題餐廳 並不包括在Milk Plan 在內 需要自費的 另外準身人要留意 兩間酒店都有蜜月旅行的特別優惠 配送香檳、房間裝飾、Spa甚至聲聲明明 但一般需要入住至少四碼才有 今次兩間酒店都各有好處 Miladu 環境寧靜宜人設計那麼重 Anatara Chiava 空間感同食物選擇略勝 但兩間都在擁高質的珊瑚礁浮潛一流 想知道更多就立即打鼻安門回遊問一下 ithas well